资讯处网站是您利用资讯服务的好所在 举防软体下载、各式业务申请、故障报修、资讯相关的常见问题等 都可以在资讯处网站里找到 同学经常会使用的资讯服务大致上可分为三个类别 接下来将一常用功能为同学们介绍 首先是北一email账号 学生的账号就是您的学号 预设密码依照教务处的入学通知为准 基于资讯安全的理由 我们建议同学可以将预设的密码更改为自己的密码 密码请妥善保存 北一的账号使用的是Google mail的系统 里面提供的email服务 云端硬碟 行事例和meet等等的功能都可以使用 北一校内提供无线网路的服务 记得到BYOD无线网路认证注册系统 可以让您的上网设备无需登录就可以畅游校内的无线网路 在校园外若您需要使用校内的资源可以连线VPN服务 若您在其他大专院校也能使用北一账号使用学术网路无线漫游服务 资讯处提供全校授权软体 包含微软作业系统 文书软体 统计软体等 同学可以至资讯处网站查询以及下载 我们也提供Office 365的服务 账号会在同学入学后一周开启并通知 在学期间都可以使用Office 365的服务 另外 同学可以手机下载并安装TNU App 它会成为您北一生活最强大的助理 数位学习平台的入口位置位于学校首页 学生标签中的学习系统 可以找到IMFTMU数位学习4.0平台 进入平台后左方 可以输入您的学号与密码 即可登入 或可使用Google登入进入系统 如要查看本学期课程 请点选上方我的首页 按钮后将网页向下卷至我的课程 于IMFTMU平台首页最下方 也有提供学生版操作手册 欢迎同学参考 于数位教学部分 资讯处也协助全校教师进行模课师 课程制作 与国内外平台合作 提供多门免费专业课程 让同学可以参考选修 信义校区的电脑教室位于 幸春楼二楼 共有三间合计174个位置 双合校区的电脑教室位于 深一大楼9705教室 共有70个座位 同学就学期间 如有遇到资讯服务相关问题 欢迎至资讯服务平台 提出报修申请 今 Daman 今天都有免费地图 一一一一把 一lusины Halloween 感谢观看